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上星期宣布了BNO的5加1計劃 去到昨天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作出回應 他說 在英國公佈向BNO護照持有人 提供英國公民身份的詳情之後 中國將會決定怎樣回應 希望英國重新考慮立場 當然 這位劉大使沒有說明 究竟中國會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留下了一個非常大的想像空間 一般都是估計 離不開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 可能會禁止所有BNO護照持有人離境 但是我覺得這種說法 是不切實際 亦都在現實上是不可行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所有BNO護照持有人 其實同時 都會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換言之 這班人同時 亦都具備了申請特區護照的資格 就算這班人在出境的時候 不用BNO護照 他用特區護照 照樣是可以出境的 除非 你說特區政府 他們已經掌握了 300萬個BNO護照持有人的名單 就算他們採用哪一本護照出境 都會被禁止 我覺得這種陰謀論 是不切實際 沒有養分 和荒謬 為什麼 到期時 豈不是只有外國護照的持有人 或者是從來沒有申請過BNO的特區護照 持有人 是可以自由出入境 如果是說陰謀論的話 不如索性就說到 特區政府到期時 會封鎖機場口岸 全面禁止所有人出入境 反正都是要說 不如說盡一點 都是陰謀論 如果這個情況 真的出現的時候 哪怕你持有哪本護照 都是沒有作為 不需要再討論下去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機會高很多 因為 連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都曾提出過類似的說法 就是說 當BNO護照持有人 去到英國 真的入籍的時候 到時可能會取消他們的香港身份證 梁振英曾經在7月3日的時候 在Facebook發表過一條貼文 他就說 拿BNO的人 將英國當作是大後備 這些人如果去英國住了6年 拿了英國國籍 香港就沒有理由 做別人的大後備 我們是很應該嚴格執行國籍法 收回中國國籍 和香港居民身份 到了6日的時候 他又曾經發表過另一條貼文 他就說 今天英國的金融時報 刊登了他一封 就住國安法問題 反駁該報一名讀者的短訊 他就說 英國不應該高估香港人 對移居英國的興趣 尤其是 如果中國政府宣佈 凡是接受英國單方面安排的香港居民 會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和香港居留權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機會是大很多 因為 他可以純粹 在這個特區範圍操作 而且是不牽涉到 阻礙出入境自由 如果你說全面所說的話 就等同於去旅行 都不行 你說有沒有可能會做到這一步呢 這個世界上 是never say never 可能有朝一日 疫情會爆發得厲害一點的時候 當局有可能會以防疫控疫之名 封鎖了機場口岸 也說不定 但是 至少在目前這一刻 這種情況就是沒有發生過 機場口岸 仍然每天都有航班的升降 當然比起疫情發生之前 就是少了八至九成 故此如果你問我的話 到底哪個可能性機會大一點 我就覺得梁振英提及過那個說法 那個機會是會大一點 我就認為 就算真的這個可能性實現也好 那些一心決意要離開香港 前往英國定居的人 都不會顧慮得那麼多 就算你說 當他 住滿了六年入籍英國之後 要取消他的香港身份證 他最多就不回香港投票 他最多就是 不享用香港的醫療待遇 對於那班人來說 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大損失 至於英國外相南韜文 也曾經說過 如果中國真的要阻止 那些BNO護照持有人前往英國的話 實情 英國可以做的事都是不多 當然 我們最後也要看看 究竟 英國公佈完那個 具體措施之後 究竟 中國會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才可以作出一個判斷 另外 主英大使劉曉明 又強調 中國希望成為英國的朋友 希望和英國成為夥伴 但是如果英國 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家的話 英國就將要承擔後果 這裏就是關於 5G的問題 因為最近英國已經放了風聲 說會放棄採用華為的5G設備 亦不讓華為參見英國的5G網絡 所以 劉曉明有這番說法 但是究竟英國當不當你中國是朋友呢 或者英國想不想跟你中國做朋友呢 這些就是另一回事 然後就看看 中央電視台有一篇報道 又是關於BNO 他們就很喜歡說BNO的問題 近幾天 這個環視又說 央視又說 首先央視提到 英國目前的失業率是高企 這篇文章引述了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就說在今年4月 英國失業人數 是增加了85萬6千人 已經是去到210萬人 而4月份的增幅 亦都是創了1971年以來 最大的每月增幅 勞動市場專家還預計 在未來幾個月 英國失業率 至少是會翻倍 去到8% 如果不是英國政府大手筆的補貼工資 英國的失業率 一早就已經去到20%左右 然後這篇文章 逐個行業都去數 又數一下汽車製造和貿易行業 又數一下航空業等等 這篇文章有個結論 其實就是質疑 在這種黑暗時刻 英國政府還在辦貸款 會歡迎香港的300萬英國 BNO護照持有人 去英國 第二個論點就是 香港那班BNO護照持有人 實情去到英國之後 分分鐘都是做低端職位 那篇文章就說 英國要歡迎香港人民 去英國做白領工作嗎 還是英國人願意做低端工種 比如說在工地搬磚 或者在農場摘果子之類 正好是有職位的短缺 即是說來講去都是說 首先第一件事 英國政府在這個 黑暗時刻 歡迎這些BNO護照持有人去 當然是有陰謀的 第二 就是那些BNO護照持有人去到 都做不到白領工種 就會變成低端人口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任由那班人 去捱窮捱虎 最好了 恨不得這班人全部走掉 當然 他們實際上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擔心資金外流 如果真的有三幾十萬人 在香港賣樓 賣了所有資產 甚至乎是股票之類 然後再拿他們的強積金離開香港 去英國生活 對香港的金融市場 肯定是會帶來很大的打擊 當然你說是不是擔心人才流失 我不相信他擔心人才流失 因為在過去二十三年 中央已經準備好一大批港票圈子 隨時填補工作職位的空白 你走一個 他就填補一個 絕對是救人的 只不過是欠在那些錢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經常在網上 我看到 說沒有錢就走不了 很窮 難道去睡街嗎 我覺得這些全部是藉口 首先大家想想 當年 即是說六七十年代 香港很多人去到外國讀書 實情的生活都很艱苦 首先那群人 可能住在寄宿的地方 都不是自己一個 公寓 或者自己一個平房 而且在公寓的時間 最重要是打工 諸如此類 當然有些人經常在喊 說沒有錢走不了那些 其實就不需要再浪費腦汁 去思考這一方面的路向 不如留在香港 做一個 開心快活人 好過 因為當一個人 如果在腦海當中 經常都有一些因素出來 是會說阻礙他離開的話 代表著什麼 就是這個人根本上 就沒有迫切性 和沒有必要性 離開 不如索性留下 好過 不用作這些思考 無謂的 實際真正要思考的 就不是那些藍嶺 或者是 聲稱自己沒有錢走不了的人 反而是那些中產階級 即是說 他在香港就是做百嶺公種 而是說 每個月找幾萬港幣的人 他們才會猶豫不決 因為這群人 如果是要離鄉別井去英國的話 他們是極大機會 找不到一份同等的職位 是有這樣的薪酬待遇的 這是事實 就算很多去了英國定居的香港人 他們在網上都作出過一個這樣的見證 就是說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不如你留在香港好過 以暫時 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來說 遲些 10年 20年 你不要說太遠的事 至少在現在這個時刻 如果要賺錢就留在香港 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群人 才是 最猶豫不決的人 如果是藍嶺的話 基本上是不用想 對不對 英國的藍嶺的待遇一定比香港好 至少只是房屋開支方面 都不會像香港那麼離譜 是不是 如果是說住市交的話 所以 有些人經常在網上說 沒有錢走不了 那就不用說了 那些人就不用說了 那就不要走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